第二十章 葡萄園的比喻 因為天國好將家主 清早出去故人 盡他的葡萄園作供 和供人講定 一天一錢銀子 就打發他們盡葡萄園去 若在自初出去 看見史上還有閒站的人 就對他們說 你們也盡葡萄園去 所當給的 我必給你們 他們也盡去了 若在五正和身初又出去 也是這樣行 若在有初出去 看見還有人站在哪裏 就問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整天在這裏行站呢 他們說 因為沒有人顧我們 他說 你們也盡葡萄園去 到了晚上 原主對管事的說 叫供人都來 給他們供錢 從後來的起 到先來的為止 若在有初古的人來了 各人得了一錢銀子 及至那先古的來了 他們以為必要多得 誰知也是覺得一錢 避兆的多 損上的少 他們得了 就埋怨家主說 我們整天勞苦受熱 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事 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 家主回答其中的人說 朋友 我不規負你 你與我講定的 不是一錢銀子嗎 那你的酒吧 我給那後來的 和給你一樣 這是我願意的 我的東西 難道不可除我的意思用嗎 因為我作好人 你就紅了眼嗎 這樣 那在後的 將要在前 在前的 將要在後了 預言受難復活 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 在路上把十二個門徒帶到一邊 對他們說 看啊 我們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民事 他們要定他死罪 又交給外邦人 將他棄弄 鞭打 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 他要復活 誰願為首 當作伯人 那時 西彼泰兒子的母親 跟他兩個兒子上前來 拜耶穌 求他一件事 耶穌說 你要什麼呢 他說 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裡 一個坐在你右邊 一個坐在你左邊 耶穌回答說 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 我將要喝的杯 你們能喝嗎 他們說 我們能 耶穌說 我所喝的杯 你們必要喝 只是 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賜的 哪是我父為誰預備的 就賜給誰 那十個門徒聽見 就怒怒他們弟兄二人 耶穌叫了他們來 說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 有大神 操權管束他們 只是 在你們中間 不可這樣 你們中間 誰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誰願為首 就必作你們的伯人 正如人子來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寫命 作多人的屬嫁 使兩個核子看見 他們出耶利哥的時候 有極多的人跟隨他 有兩個核子坐在路旁 聽說是耶穌經過 就喊著說 主呀 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們罷 眾人責備他們 不許他們作聲 他們卻越發喊著說 主呀 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們罷 耶穌就站住 叫他們來 說 要我為你們作什麼 他們說 主呀 要我們的眼睛能看見 耶穌就動了慈心 把他們的眼睛一摸 他們立刻看見 就跟從了耶穌 誰會再說 誰會去打開 誰會為你們贈航 誰會去打開 誰會去打開 誰會來 吃材? 誰會去打開 你們不可以打開